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我们许多人服侍主一开始是火热的 愿意的是尾声的 每每我们听到牧者的分享 我们心里总是充满了火热激动 想要跟神说 住啊住啊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但是当服侍越来越多 成就感、需要感、鼓励也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开始忘记自己服侍主的初衷呢 而渐渐发出愿言说 啊这周又要服侍 该我了 好累哦 这周服侍又要练习 啊好累哦 牧养要陪伴弟兄姐妹 好累哦 这样子的愿言 渐渐成为我们服侍主的推托之词 不好 但是却很明显 但是另外一种 不好 而又不明显 就是像西门 他想要用钱买彼得的恩赐一样 那样的服侍不是为了主 而是为了自己的度父 自己的名声 当我们来到教会 开始为了别人来到教会 来到教会 为了让小组长看到我们 为了让屈牧看到我们 为了让别人看到我们 好让我们有恩赐可以发挥 这些看起来好像都很热心 但是我们内里的动机 神知道 这样的动机 就如同彼得对西门说的 在神面前 我们的心不振 弟兄姐妹 成为教会 彼此服侍 是基督徒的生活 而服侍意味着 我们的生命 需要被神破碎 并且开始对准神 包括那里的骄傲 我们里面的虚荣心 成就感 一一都要去对付 当我们不去面对 服侍就成了服侍自己 就带领我们 走向灭亡的道路 相反的 当我们把自己丢掉 我们就可以从神领受祂的恩典 服侍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会越来越清新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一起去承担那服侍主的滋味 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他的恶是容易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知道服侍你这一生的道路 是如此的美好 主啊 在服侍你的过程里 你不要我们的恩赐 但你却要我们破碎的生命 就约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来到你的面前 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丢掉自己 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你的名 阿们